謝謝委員專家 這葛萊米銀行我相信你也不陌生 應該也是熟思了一段時間 特別是台灣在部落裡面 又有所謂儲蓄互注射這樣的一個機制在 那您是怎麼去看 這樣子葛萊米銀行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以小組為中心的這樣的一個組織架構 有辦法移植到就是目前 原鄉的一些金融機構嗎 我覺得我們的同胞還需要再交易 是 我就話題馬上轉到 我覺得這個疫情的期間 是我們翻轉的機會 從哪裡翻轉 從受教育開始翻轉 因為過去傳統的經營模式 或者是經商的模式 這個時候必須要做一個改變 比如說我在經濟委員會 我們的部長 經濟部長 省部長說 現在要流行電子商務 OK 好 剛剛我們有講到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能不能落實到我們原鄉 不知道 所以應該要把這些人趁這個時候去進修 可以領費用嘛 你去進修還可以領錢 進修以後你就要回去 用電子商務的模式來度過這個 因為這個疫情不是馬上就可以結束的 我看是夏天以後才會結束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一起翻轉是我剛剛想的 那至於主任剛剛講的這個格萊明這個 我過去在除夕副助社也擔任過 那個成果總會的副社長 所以我大概瞭解他們的運作的方式 跟現在的格萊明字有點類似了 但是我現在反而一直在想應該建議 我們的除夕副助社 現在除夕副助社已經沒落了 坦白講現在是沒落 過去我們最多的是有300多個社 那麼現在原鄉的社越來越萎縮 因為年輕人都不在 真正能夠去應用這個社的這個除菁 或者是他的資金的年輕人不多 所以這個社越來越萎縮 所以怎麼樣讓這個Grand Bank的這個模式 拿到原鄉來 它是有點像小組小組 大家互相保 這一次我去帶 但是我們是五個人小組 現在是換你去帶 還是這五個人小組 在互相擔保一樣的那個模式 是可以推動 我現在只是擔心 有沒有人要去帶這個款 所以我建議我們的原鄉同胞 約束園民會可以開這樣的辦 我知道開那大學好像有 中央也可以辦 很願意做一個進修的課程 讓原住民提升 提升 提升你的經營的資能 提升你的資金運用的那種模式 讓我們趁這個疫情一起翻轉 從電子支付開始 我說電子支付是省部長 一直跟我說原鄉也是可以做電子支付 透過這個電子支付 派送外送 因為現在不能直接接觸 完全是透過電商在做 這個時候應該是讓我們的原鄉 進階學習如何用電子支付 來跟這個大社會 都市會的 都市的消費者來連結起來 好 所以剛剛主任所提到的 格萊銘銀行這個一個架構 如果要轉換到部落裡面 其實還是要有一個就是說 就是過程 另外就是說 可能族人就對於一個金融的 一個管理的一個知識和賠力 還是有需要再進一步加強 是的